杨茜茜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对我来讲 我好像是中了一个彩票一样的高兴 我整个集团要发展 离不开培育好一些新一批的青年团队 青年性这国家性 青年强我们国家都强 我在何金林 1975年在澳门出生 是一个工商界别的人士 2008年开始 我当上汉游的政协 不同的访问不同的考察 到了广州大学城 我就看见这个地方很优越 因为很难得有一个地方 有那么多年轻人 聚在一起 17年我就发动了34位 澳门的年轻企业家 来叛与大学城 我们构建一个孵化中心 在广州这边 我们做了三个孵化器 从17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大概孵化了400个企业左右 大概100个左右 是港澳台的青年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都做 我们在部落里面的 都是兄弟姐妹 你有的机缘 有些适合的 我们看看我们进入其他企业 包括你们 有没有机会可以碰撞一下 共享一下 其实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共享 对啊 不管怎么样 真的还很感谢 没有没有 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因为吸引你们来 给你们一些相应的服务 我们现在也还在不同场合把你们从这儿带到澳门 澳门 到今天为止 我们那些进驻的企业融失了大概1.9亿左右 34个澳门人来创业 一年多一点 就跟我说有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比所有人都走快了半步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势力 半步之后 整个广东都在变化 很多政策的透明啊 落户的时间啊 楼层啊 里面现在越来越长松 国家还是非常支持港澳青年 融入我们国家发展 这个港澳青年来内地 一开始是 这些朋友却没建立 他必须要用时间去沉淀 他们缺的是人脉经验 帮助青年创业有很多种 当然基金的扶持这个是免不了的 公司注册那些流程 我们整个有服务团队 商业的导师 他们会跟他讲一些经验的分享 譬如融资的时候 我们英文叫pitching 就是你要跟你的潜在投资者 怎么样去包装支持 这些东西 澳门青年坦白说 在这一方面是缺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利用这个平台 让他去看人家 他去看人怎么样pitch 这个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澳门是一个33平方公里 68万人口的一个市场 但是澳门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我们的大不在于我们的地有多大 不在于我们人口有多大 是我们着用有多大 我记得2016年17年 潘雨区政府带一个企业家团 来澳门考察午饭的时候 我提议你们去浦宇西国家那个长生秘书处 潘雨那个其中一个是坐摩托车 库船很多 安格拉进口摩托车的需求很多 就是那天下午他们就谈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澳门做平台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浦宇西国家是一个2亿5000万人口的市场 国家人才产品资源利用澳门这个平台 现在可以输送到国外一些市场 凉凡出海 那个是我在澳门 我陪着我和弦先生去一个活动 那个是我不发给我的 他在收集老东西的时候找到 我爷爷是在10楼出生的和弦老生 他们是亲身经历过我们从 真的非常贫穷 从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来中国拿东西的 给其他国家去管制 到现在回归祖国 而且还有更大的发展 1997年1998年到回归前 澳门是经历了一个低谷的时候 回归的第一天 整个澳门政府整个护船不够半年的工资 那时候没有中央政府第一批钱给我们澳门的支持 就没有挨步到现在这个可以站起来的地步 我是国外上学的 以前外国人会问你 where do you come from 那你说macau 说100次 有99次他们都不知道macau在哪里 你又说我们在香港旁边 到今天你去讲macau oh good place 这个分别你就知道我们回归之后的变化有多大 我们的现在获得感 是来自回归之后 中央政府给予我们的坚强后盾 从小到大 家训 包括爷爷老师挂在嘴边 没有家乡就没有我们 有了一国两制有了现在发展 我希望澳门青年未来能够把眼光放得更远 把我们的心抬得更高 如果我要送给澳门人作为二十五周年的礼物 我想应该是 国际视野 知子之心